- 土雷洛杉矶民众,30日举行示威,美联社海外往7月1日电,当地时间周六30日,美国各大城市及小城间爆发,超过700场示威游行。 - 成千上万美国民众走上街头,抗议特朗普政府在美墨边境实行的骨肉分立政策,视为民众高举标语,不要再把孩子关在笼子里,下一步是什么?集中营,更由民众举出特朗普彭斯政权必须下台的标语。 - 去美联社报道,本次全美大规模示威游行,是针对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最新抗议举动。 - 就在本周六30日,从对移民较为友好的纽约、洛杉矶等城市,到较为保守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和怀俄民州,市维民中共发起超过700场游行活动。 - 在德克萨斯州,市维民众聚集在麦卡伦一处边界巡逻罗站门前,附近就是将移民儿童,关押在笼子里的拘留中心。 - 在新折士州贝德明斯特小镇,市维民众聚集在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附近的街角,而特朗普当时正在该俱乐部度过周末,吐来纽约的市维民众,美联社。